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台北小巨蛋2023年8月5日,随着无场华丽的演唱会,田富珍的一一行回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圆满收官。 这场具有神秘主题的演出不经意无场演唱会,5.5万名热情观众和约1.54亿的票房成绩,创造了妖眼的揭露,更展现了田富珍崭新的音乐风采,一席网楼众生仙芹芝白袍装。 田富珍身披神秘长袍犹如仙境中的美丽风景,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音乐世界,以歌曲仙芝不醉不惠合,独善其身开启了演唱会的序幕。 尤其在演唱先知时,田富珍登上长达27米的漂浮舞台,这一瞬间仿佛将观众带入了神圣庄严的境界,而她的衣着更被媒体,记者形容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,给人以无比神秘和庄严的感受。 演唱会中田富珍不仅以歌声触动人心,怀疑自我调侃和感性分享赢得观众的共鸣。 她自嘲所穿白袍像是文章妙语搞笑之鱼,却又透露出她内心的脆弱与真实。 在演唱独善其身后田富珍向歌迷打招呼,她的声音充满了激动和感慨,终于一一相遇了是终于相遇的声音。 她感谢了这一次的相遇,也表达了对这段演唱会经历的珍惜和感恩。 对于田富珍来说,这次的一一巡回演唱会充满了波折和挑战。 先前在高雄巨蛋开唱时,不仅遭遇身体不适导致延期,还因地震不得不取消演出让田富珍倍感无奈。 但她的坚韧和决心使得这次巡演依然继续,尽管路途坎坷她却始终不放弃。 关于演唱会的启示,田富珍分享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。 一天她正在家中洗碗时突然有个念头闪现,说过演唱会能够办11场那将是一种完满。 恰巧隔天有媒体问及她的开唱计划,而工作人员也提醒当天,正是8月演唱会申请节制日。 田富珍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,虽然怀之一颗竟然是听天命的心态,但幸福却如潮水般涌来。 她成功地申请到了5场演唱会,正好达成了她心中的11场目标。 对于这次意外而来的幸运,田富珍用感性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情,这个没有预期的得到。 世加贝的幸福真的很不可思议,或许正是经历过坎坷,她才更加珍惜每一次演唱会的机会。 她深情地表示尽管的每一刻都是无法复制的,感谢观众们陪帮她度过了这段时光,原留下了宝贵的回忆。 对于未来田富珍表示她会像没有明天一样,全心全意投入每一次演唱会,将每一次演出都当作珍贵的礼物,充满希望和感恩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,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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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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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